Hello大家好,又回到Pokemon的最中豪,今次繼續打這個熊年島 上次講到打這個敬敵,輸了給他,但依然被我們過關,沒問題 現在要做的應該是要去到這個別墅裡面,去找一條鎖匙出來 嘩,我們只剩一隻的諾丁河童,非常之慘 還有,上次講過,我就想繼續清醒一些叻,繼續劇情,來到這個別墅 嘩,為什麼這個別墅也有火,我很想用 不過要重新再升叻,一想起就不開心 這裡就不需要怎樣打,因為大家都看到我叻,我都偏向高 沒有噴霧了? 嘩,沒有噴霧? 好,由於沒有噴霧,我們就立即要到商店入貨了 嘩,好像很多厲害的東西 我們繼續買這個金色噴霧,嘩,有很多錢啊,非常好 嘩,沒有那麼多條繩 嘩,為什麼綠色那枝放到最低的? 這些藥我們可以,嘩,有大藥,有重新藥 這顆,這顆我們買一點點吧 因為都很有用的,有機會會用到的東西 嘩,夠極球啊 OK,買就買這些吧,不斷移 雖然都是死回來,但是還是買一點點 嘩,果實,果實有用的 嘩,這麼多果實啊,這是什麼果? 先制的,先制的果,超能力果,這個反傷果 如果被人打會反傷的,OK 嘩,都挺有趣的,我們先記住 暫時記住這個位置有果實 因為不太知道需要不需要用 我們先記一記,記住有這個東西 接著我們就要繼續走這條路了 嘩,成九十幾里了,他們 嘩,想爆炸這條路 在這裏先發出一隻火包貓 嘩,其實很高功 我怕不夠那隻火包貓快 嘩,我們是超能力快一點 嘩,OK,快一點 按OK了 好啊,升一下Lan OK,這些不知道是什麼來的 TN50,應該是過熱,50 嘩,這條路改過來了 這樣嗎? 嘩,很多Mega聲 雖然不知道是什麼Mega 開我這條路了 嘩,這麼快嗎? 嘩,來爆炸 嘩,這隻應該快一點 好 嘩,現在在裝命慾 OK,繼續噴 給火爆喉上前 給火爆喉上前 這裡 給火爆喉升Lan 急凍光線和暴風雪 熔岩 那個什麼 出現岩石 給特性是放晴的精靈 就放近內太陽 TM22的梳 變陽光烈焰 現在我們拿了鎖匙之後 就可以離開這個別墅 這個不知道是別墅還是空窄 應該是別墅吧 還是大窄 打到好像叫做 現在可以直接回去 出去啦 打這個下巴 我們打到下巴已經是近100Lit 對 我們的精靈大概已經是接近90Lit 90Lit 雖然比起我預期遲了一點 但是還是在冠軍之路之前 甚至可能在第八道本之前已經是90多Lit 好 我想打完這裡 即是打完訓練家可能已經有機會 90 45 對 打完第八道本剛剛好100Lit OK 來吧 這個小偷 我記得他 火爆 不是這個鴨嘴火龍 OK OK 用岩 這個要用水打 不過我們都可以試用超人力打 咦 他們不打人 還是因為我 威嚇了他們 不斷電光石火 都不錯 讓賽 是不是現在玩 不用這麼難打 不錯 來 繼續 火馬 咦 火馬 高速移動 大火推 好 用神戀的神速 哎呀 反死了自己 電光石火 哇 馬上用神速多打我一下 這裡用一個普通套裝 160攻 打不死 電光石火 電光石火 好 OK 想不到我打不死他 普通套裝 因為其實他160攻 我預計他都夠大力 但誰知道不行 加速減特攻 嗯 有機會在level差距 因為他高過幾 嘩 出席什麼 火爆口 Mega進化 惡技 close combined 噴射火炎 河童 河童先用個 霹靠 然後再用個 水技 噴火龍 嘩 好像是噴火龍 先用吧 反正應該死吧 嘩 比他快 猜不到 猜不到 猜不到快 死 打不死 竟然 嗯 這隻先吧 我想我這樣打也比他快 他 他應該不會比我快吧 嘩 伴蟲不要緊 這裡用尿 下隻應該都照用尿殺 好 這些小鳥一定都是要反雙流才能打死 來啦 這個 煤炭 這個 巨炭山 水技一定要用 岩石人 馬上來的水應該是秒了 因為四倍的水是 雙黑 火焰 五弓 火焰蟲 換隻小鳥 這裡 噢 我的天 什麼呢 超人 應該可以繼續打掛 要超人 應該可以 噢 Mega進化 他用火焰 火焰了的話我們用 河桶 馬上來個設水 嘩 看到那個設水真的很爽快 一下子噴上去 對面的訓練家都還沒有設 不可以開設技 不錯 在這個遊戲 有這個 等級壓制 或者這個叫做 技術壓制 有Mega石底下 不是 Z石底下 其實我們還有多少Z石 其實我們還有多少Z石 是不是還有的 其實 有沒有格鬥Z 有的 不如給 火爆猴吧 這裡 還有多顆名獄 但其實我們不裝好 只是給他做 哪個可以 只給這隻超人力的三聖菇 藍色聖菇就可以了 火系雷系 火系雷系 其實可以出落天河童 或者照打都可以 禍不丹痕 OK 可以 咦 不是下巴來了 這是什麼水 他不是下巴來了嗎 這個是Fuji 這個是 是不是 是誰 下巴和Fuji 那個名字 不知道是不是 OK 他進來也是下巴 但是外面改了樣子 對了 我就是這個 火紅 火紅紅的 這個 紅蓮島的導管管主 我的精靈已經準備好 去面對這個 火焰焰 他們將會燃燒 所有的訓練家挑戰者 哈 你最好 有這個解消傷的 你最好有解消傷 對了 來 下巴又來了 不是有來 單打的 OK 單打可以極巨化 OK 沒問題 他一來出了一隻很麻煩的寵 我們不如先讓他自爆 但應該不夠快 對了 分射火焰 咦 好啊 他竟然打不死我 不要緊 因為我不太熟 對於那隻 我沒有用過 那隻 這裡 直接來個 直接來個 羅天王 先來個 你這樣出 那我想換 我想換 換水了 好 我們來個極巨水 咦 對了 我中的那隻 哎 弱智 不要緊 那我們用什麼打 那隻 我沒有技能打 就是 搞錯 吃藥 我不會加火 哎呀 很大禍 打不死 打不死 大哥 神經病 哎,被他屈死了,這裡要轉回做什麼才行,轉回做一個拿走的石石 你看看,現在降海可以極巨化,真可憐 但打不死他 打不死他,他一招噴火都吃,嘩,超級進化 嘩,你都變了一隻老虎 什麼進化火球鼠,啊,火暴獸才對 不要緊,我們有機會的 我們先拔走他的水 還有這裡要引到他出了一隻煤炭龜 之後就要解決他後面的火暴獸的問題 沒問題,可以,一如這樣說 馬上來個爆炸,先制爆炸 他這裡應該會出的是煤炭龜,是吧 對,煤炭龜,我這裡立刻用這個 他這裡應該會直接用荷險 我們先拔一拔 然後再用那個巨水 對,但不要緊,有得他照做就可以了 嘩,打他不死 看他不死,這個位置有點尷尬 不過其實我不用加咪,好,我先回了狀態 我好像找不到有解碎,糟糕了 嘩,只有三顆,真的沒有了 嘩,有了,這顆 OK,有了,唯一一顆找到 嘩,他又回血,神經病 雖然我也有回血,不得不承認 好,這隻 這隻抗了水 噢,他這隻極巨化 嘩,這是什麼 這招 減攻擊嗎 減攻擊嗎 減攻擊是不是極巨龍 先換一隻 這隻 好 減速度 減速度好像是極巨普通 不記得是不是 這裡他應該用火 用火不能頂 不要緊,我們用一隻大王燕出來 減攻擊火 然後轉回這隻 好 來個Z的格鬥 還是用個地震 他應該打我不死 我覺得 用招地面先 龍之波龍 然後用個Z格鬥 都打不死 不要緊 不要緊 火痛 還有太陽 那就麻煩了 沒有辦法 要用水 沒辦法 太輸了 他還有一隻Mega在後面 OMG 搞不定 戴不到了 這裡 雖然他的河童 改到天氣 但是 但是他後面有極巨化 改回太陽 而且我這隻河童 他沒有一些強化手段 沒有強化手段 不像抗海 上次這樣 可以保持著魔爪 加攻 這裡可能要帶一隻火珠出來 火珠可能可以救世界 咦? 火珠也只有89 那OK 火珠有機會可以秒住過 老實說 他一開始是用達摩霍霍 我們試試用閃耀王牌 看看可不可以頂到他的傷害 我們要用極巨拳 一開始 極巨拳 極巨飛 OK 一下極巨拳 或者兩下極巨拳 一下極巨飛 這樣打他 這樣就應該贏到了 咦? 不記得拿走一顆 拿走一顆 拿走一顆 2S射 經常說錯了 這裡太多東西了 好 這裡先來個極巨拳 他火兵 按照你一下打他不死 可以嗎? 不知道可以不可以 應該未必可以 好 嘩 他減了速度 來吧 之後來個極巨飛 他過我的速度 這裡很大 好 好 拿出這隻 那我們來個極巨飛 嘩 不夠快 他這樣減了速度 不行 那我們要一個完美上場的方法就是 先用這隻的聖菇爆炸 爆炸之後再打他 或者我們這裡用超能力有沒有呢? 都可以 嘗試陰謀超能力 不如 他這麼聰明 他立刻 立刻用這個挑撥 嘩 吃完藥 好 非常好 我們下彎可以自爆 嘩 嘩 這下不錯 接著我們用閃耀王牌上場 火暴獸 先來個極巨拳 這裡 他Mega 我用極巨化 大地之力 OK 極巨飛 頂住 是不是爆火結了 為什麼這麼不刪勝 大佬 火爆後的石 人身攻擊 人身攻擊 嘩 嚇壞了 他應該是不是鎖了 什麼 不是啊 他沒有鎖到 我還以為他眼鏡那些 被炭龜出來了 這隻 嘩 打不贏啊 真的 我的閃耀王牌一定要帶全場 不要緊 嘩 他很聰明 嘩 會不會聰明 你太聰明了 大哥 這個時候馬上挑撥 我 好 照爆炸 OK 他下一隻是火暴獸 火暴獸可不可以打得贏他呢 其實有機會火暴獸打得贏 用這隻 嘩 他這樣出的 這個時候有 打了一個道具 一血筋 他 一血筋 水技 可以睡覺 這裡可以睡 這裡用小妖王牌 極巨拳 再極巨拳 嘩 嘩 嘩 他這個真的是 神救援 大哥 嘩 他的火暴獸會不會太煩 唉 想到了 剛才我們一開始不是有些果實用嗎 我們現在就馬上去買果實用 但我不太記得果實的樣子 這個是 聞油果 這個 這個是回狀態 買回血那些 這個好像回血 撞一下這個其實可以買多些 這些也是 這些都是回血的 可以買多些 雖然我不太記得 他有些是特別真的 口味來的 如果他不喜歡那隻口味會混亂 那等一下有機會試一下 但是 今次不是要用那些果實 我們現在要用的是 解狀態果 Numberry OK 來 這次可以了吧 還不贏 沒有不可能 你已經 超人力 繼續 引去吃藥 這個位置 OK 他吃完藥之後我們就可以爆炸了 爆炸 爆炸之後呢 我們可以用的是 突然會害怕 侍應 放什麼 次 讓我選擇 先來 我們知道道具是一血夠 所以沒什麼問題 這哪個有極 這很神奇 這很神奇 或者是 沒有使用水 不用太多 先來 先去照用水技 這個好傷 欸 打死了 好強 然後用火爆猴,火爆猴,火爆猴來個 放棄拳,放棄拳,很少,會太少 然後用這個,極具拳 繼續用極具拳,再來一個極具飛 OK,然後用火爆獸,火爆獸我們用彈跳,應該是我比較快 因為我兩級速,中 嘩,這招這麼少,出乎我的意外,有些 我猜不到靠這麼少 這裡我怕不夠快,所以電光石火 唉,搞定 搞定,想不到河童用水打死他 因為河童是太陽狀態用水打死 因為減了傷害本身 但可能直龜特防比較低,OK 我們成功贏到這個,下一百的紅蓮導管 好,非常之好 雖然還沒一百多久的精靈,但也贏到,OK 這個應該是說他的徽章可以有一些特殊的效果 你可以拿走這個,38 38是大自燒,如果沒有記錯的話 可以交給火系的精靈 千萬不要用到水 好,我們又成功打贏了這個紅蓮導 咦,是不是你 是我,阿Bell 是不是阿Bell 很久沒見 好,我希望你 這個是那個精靈箱的研究人 我希望你一直在用我的系統 嘩,他打算有些什麼 不是吧,他現在叫我走 一知道,我現在叫我去 有朋友邀請我,所以我現在要去 他要去,How about it? Do you feel no? 在YouTubeBase? 是啊,很忙啊,沒空啊,OK 我在這裡等你 會 他說他在中心等我 What? 是不是可以不用打的? 喂,我不想打的,神經病 無緣無故叫我打什麼 我想去打管主 不是一定要打吧 咦,1,2,3,4,5,6 咦,是呀 還沒打 這個誰啊,這個是不是拿茲那個 這個誰啊 先看看 尼比士系 岩石系 岩石系 水系 岩石系 水系 雷系 雷系之後應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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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虹師 彩虹師 彩虹師之後 拿... 啊,對啦 差拿茲 差拿茲那個徽章 那個徽章 還是此同事那個呢 不知道啊 可能要飛回來玩一下才行啊 好啦 但今集時間玩了這麼多 我們下集繼續去找另外兩個徽章 也要看看他是不是要做一支島任務 因為其實都蠻麻煩的 我就懶得去做 如果可以免的就免了 好 喜歡的話記得按個讚 還有訂閱我們下次 下次最終紅再見 拜拜